大家好 又是我們搖控工房Channel 時間 今天我們有新產品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手上的這支Radio Master的Solo搖控器 講到關於這些棍控的話 之前我也有介紹過好幾支 Radio Master 也有介紹過幾支 介紹過TX16S 也有介紹過T8 Pro 今次介紹這支Radio Master的Solo 它是一支我們所謂的簡便式的搖控器 款式就像我們現在玩玩遊戲的時候的Joystick 但實際上它的功能並沒有因為它的樣子很簡單而削減到 相比之前的T8 Pro 它的功能更好很多 所以今天我們就跟大家開箱一下 看看這支新的Radio Master Solo 說到名字 這支Radio Master Solo 我會想起一件事 其實我也有問過 這個Radio Master的老闆 為什麼會用這個名字來命名 因為它之前的控器通常都用TX16 TX12 又或者T8 通常都用T字頭來命名 但這次完全不再用它們的名字 用了另一個名字 叫做Joror這個名字 它自己告訴我 其實名字其實多多少少 你想用這支控器作為一個 好像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套電影 叫做Joror的話 你會知道Joror是一個小說裡面的人物 專門做一些座強扶藥 跟著警惡情間的事情 老闆就說這支控器 其實它多多少少少 亦都是想做這個形象 給人們感覺到 這支的營空器 在眾多的營空器市場上 殺出從懷 說到棍控器的話 可能大家就會想 這些控器是否專門給航空模型用 但實際上這支Joror 我可以跟大家說 它的功能絕對足夠 除了飛機用之外 亦都足夠貨櫃車工程車用 或是近年的工程車 或是遙控貨櫃車市場 其實已經很大部份 就比這個RadioMaster的TX16 又或者這個FileSky的PL18 就佔據了大部份市場 而這支Solo的話 其實它的設定方法 跟這個RadioMaster的TX16是很接近的 例如你出街的時候 你不想拿一支TX16這麼大支的話 可能拿這支的話 加上貨櫃車玩的話 其實都挺方便的一件事 所以小小支的話 對於玩營空車的話 其實也有很大的幫助 尤其是工程車、貨櫃車 其實都很大部份 不過之前問題是 為何T8不流行呢 T8不流行的原因 可能因為它上面的按鈕比較少 可以操控的功能比較少 但是Zorra的話 就解決了很多這些問題 待會我們開箱之後 看看它的按鈕 再跟大家說清楚一點 現在我們要開箱看看 裡面是怎樣 打開了盒子 這次的話 它沒有跟到發布膠盒 給了一個吸索的形式 包裝盒 因為之前的話 他們很多時候 會跟一個發布膠盒 可以用來當作控袋 或者控的盒 這次是沒有的 可能你就要自己再買一個盒 裡面有什麼呢 除此控之外 有說明書 簡單介紹了它裡面 一些使用的需要 但實際上來說 裡面沒有說到 你的OpenTX 或者HTX 是怎樣使用的 如果你想知道OpenTX 或者HTX 是怎樣使用的 可能就回到討論區 會比較清楚一點 明白一點 但待會我會說一下 它裡面的功能是怎樣 好了 裡面有什麼 有支控器 另外還有什麼呢 保護貼 還有兩樣東西 裡面有一條 鍵 就是USB鍵 就是USB-C鍵 就是用來充電 又或者用來Data Transfer 很有型 那個頭是紫色的 另外還有兩條 這個索帶 這兩條索帶 待會我會示範給大家看 為什麼會用這兩條索帶 基本上這個是裡面有的東西 好了 看看控器 這支控器 這支控器 你看到它的形狀 其實都很帥 最重要的是 你握上手之後 這支控器 感覺就不會很吸膠 其實是有點 我會覺得是有點聚手的感覺 比之前的T8 其實手感更加好 上一代的T8 手感也是有點吸膠的感覺 但這次的話 我不是說它不是吸膠 但它問題是 它的造工 隔無線的話 握上手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的底部 這個位置 左右兩邊的話 其實是加了一塊 類似直膠的東西 貼了下 你握上手 除了有防滑的作用之外 其實握上手的手感是非常之好 另外 講到這支控器 最明顯的地方 就是螢幕 相比之前上一代的T8 螢幕 可以看到 大小明顯地大了很多下 所以看起來 應該會清楚很多 但當然 系統的控制方式 也是近似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 明顯看到不同的地方 就是上一代的話 這支控器 上面的按鈕 比如說 TRIM 就是這一組 這支是左右的TRIM 這支是上面的 所謂的FUNCTION SYSTEM的按鈕 而今代的話 就把所有的按鈕 搬到控器 SYSTEM在這裡 MODEL在這裡 這個就像TX16那個 有這個轉盤的東西 也加了在這支控器上面 在這個位置 Telemetry SYSTEM Return Page Up Page Down 這些按鈕 全部都在這裡 而TRIM 按鈕 剛才說 上一代就變了兩顆 這次也放在下面 這個位置就是TRIM按鈕 比起上一代的話 感覺上 操控方式會感覺好很多 至於搖桿方面 今代的話 會看到上下有兩顆螺絲 其實除了這兩顆螺絲之外 後面還有兩個洞 左右兩邊有兩個洞 那這些洞是用來做什麼呢 因為上一代的話 其實如果像這支這樣說 這支是我們所謂的MODE 1 即是這個叫做美國手 這個美國手的話 如果一個例子 你想把這支變成日本手 又或者你如果用貨櫃車 你想兩邊都回中的話 其實你是要整支控器 可以拆開裡面改這個螺絲才可以做到 但今代的話 又是好像TX16V3一樣 它就變成做什麼呢 兩邊都可以領一顆按鈕的話 就變成兩邊都回中 又或者你想改這邊做不回中都可以 比起以前是方便很多 你只需要扭前面這些按鈕 或者扭後面那顆按鈕 可以改到電力 就方便你 譬如你想這邊回中 還是這邊不回中的問題 另外還有就是那些按鈕 按鈕的話 按鈕的話也比上一代多了很多 譬如說我們看T8的話 T8上一代的話 它的頻道的話 都是8個頻道左右 按鈕的話也大概只有8個 譬如我們要控制的話 就是這個1、2、2、3、4 上面這些有4個按鈕 1、2、3、4 總共是8個按鈕 但今代的話 Radiomaster這些座羅的話 理論上可以用到16個按鈕 所以它也是多了很多按鈕 我們剛才說有4個按鈕 就是1、2、3、4 之餘上面也有4個按鈕 1、2、3、4 之餘還有5 有個轉盤 6 接著還有2個按鈕 7、8、9、10 即是說這支控制的話 足足可以有14個按鈕 可以讓你設定 14個按鈕的話 其實對於玩貨櫃車的朋友來說 其實就相當之有用 即是說你可以控制多很多很多東西 而這14個按鈕 究竟它是甚麼按鈕 我也要講一下 最上這兩顆 這一顆的話 就是一個三段的開關 這個也是一個三段的開關 這個就是一個兩段的開關 兩段開關 接著這兩個按鈕 就是一個伏位的二段 按一下就是開 按一下就是回位 另外這兩個就是一個轉盤式 底部也有兩個二段伏位開關 無論你想用來設定燈 又或者設定轉波等等 這次的按鈕 絕對是足夠你使用的 除此之外還有些甚麼呢 上面這個位置 打開的話 就有一個卡槽 就是SD卡 就給你用來做一些更新 或者是你的安全模特兒 就放在這張卡裡面 另外還有一個USB 這個USB-C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不是充電來的 就跟這個TX16一樣 上面那個就是用來做一些 simulation 例如你用來放在電腦那裡 用來做一些模擬器玩 玩飛機也好 玩貨櫃車也好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按鈕 而底部它有兩個的 底部也有一個這樣的USB-C 好像平行插的插頭 那是什麼呢 下面那個就是用來充電 舉個例子 你自然用來放了這個電池 之後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按鈕來做充電 上面那個是平行插 那用來有什麼用呢 這個很有趣的地方 因為這支控器 原生筋的話 它就是用這個電 有一個叫18350的電池 但是可能有些人就會嫌 左右兩邊的這個18350的電池 兩顆的話 就不夠用 那可能就會想 會不會在外置加夠電池 來延長它使用的時間呢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用回這些電池 普通我們這些電池 一個平行插 無論是我這顆 這個叫Lithium Iron 電 又或者可以用回普通的 Lithium Polyure電池 那你在這個位置 鎖回去的話 剛才我不是有兩條索帶嗎 兩條索帶的話 就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鎖緊它的話 那就可以照用了 那無論你說玩出家玩車 玩飛機那時候 18350的電池沒有電 那時間找不到那些 18350的充電方式的話 那你都可以拿舊這些 2S電池的話 鎖在底的話 都可以用來作為一個供電用 那至於說回屏幕 那今次的屏幕 就是一個固定式 那除了固定式的屏幕之外 它上面有一個固定的 就是這個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有一條天線 天線就是收了在這裡 那如果有玩過其他的勇氣 那時候呢 可能會有看到那些 就是一個T字這樣撥上來 那這個就是這樣放在這裡的話 就好像玩法 好像我們Futaba 之前我們介紹的 Futaba 16iZ 有這個天線 我其實挺喜歡這個設計 那你有需要的時候 就把它撥起來 如果沒有需要的話 就這樣吸進去 那其實的話 那個發射的話 都OK的 那今代的話 那個屏幕就固定了 那上一代的話 就會這樣FritFritFrit 就可以又或者這樣拆出來 那我自己個人意見的話 這樣就會方便一點 始終來說 你這樣做的話 雖然它是有一個方便性 因為它這支控的 原本的想法就是 當一些人 譬如說設定好控之後 我只需要拔走這塊東西的話 那我就可以就這樣用 就輕巧一點 但其實實際上來說 大家都會知道 玩起來的時候 總是會有些東西要設定一下 那到時你才找回這塊東西出來 就會麻煩一點 那還有這塊東西的話 那個屏幕的話 這樣撥來撥去的話 可能有些人會怕弄斷 或者其他的話 可能不會太方便一點 還有你放在袋裡的話 又怕壓斷先 那這次這樣做法 就沒有那麼容易壓斷之餘的話 那又可以方便一點 那至於控制的方法 或者系統看下去是怎樣的 那我現在就開給大家看看 那因為我自己也沒有買到 這個18350電的 所以我就會用這塊電 來駁下去示範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開部機 示範給大家看看 裡面是怎樣的 那都是按著按鈕 那一會就會開著 那其實開著之後 你看到我現在已經用了HDX了 那叫你隨便按鈕 純粹就是因為那些按鈕 那這個就是在螢幕裡面看到的東西 那基本上 動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畫面 動 告訴你它怎樣的動 那按鈕的話 就不會即時看到的 要看到裡面其他東西 那基本上 我如果要做一些設定的話 那怎麼辦呢 按一按System 然後轉動的話 我們可以按Page Up Page Down 你會看到就是那些設定了 那例外要做一些設定 例如它要選對頻的時候 就可以押下來 那其實設定方式 跟我們之前的設定 都是差不多的 那這些就是 之前的那些Warning 就是你會不會有那些Switch warning 你可以關掉它 或者是不關掉 那另外還有一些的話 你會選它們的那些 那這個就是選Multi Multi的意思 就是說它選它裡面的發射 那我現在這支Zoro 就是這個四合一版本來的 那它其實出了 有幾個Model 有這個CC2500 4合1 以及ELRS 那如果一般貨櫃車 這樣計算的話 Multi會最方便 那因為我們可以選擇的接收 就可以比較多些 例如現在我們這個 就是這個Ben Yen 我們可以改的 你可以看到有別的 接收可以改 最簡單的話 就可以用到3Sky 原裝它是用3Sky 那另外一方面 你也可以用到5Sky的接收 這個5Sky 2A 就是我們平時用的 AF HDS 2A 又或者再進去的話 這個就是3Sky 那這些的話 都可以用得到 變成這個3Sky 3Sky Rx 你可以用得到的 接收可以選擇的類型 是比較多些 所以我自己選擇 選4合1 因為有時候玩貨櫃車 有些朋友喜歡用5Sky 有些人喜歡用3Sky 這個就可以選擇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跟著 例如我要選擇一些 設置 例如例有些按鍵 我可以選擇 頭這4個 就是這4個 例如我可以再改 例如我下面 我想改第5個channel 第6個channel 第7個channel 第8個channel 可以改到十幾個channel 但實際上 這支控器可以用到 16個channel 按鍵有14個 可以在自己設定 然後下一頁 就是這個 Z channel 你設定好之後 把那些按鍵 現在看到 channel5就是 SE 這個 這個 channel6 就是 SF 這個按鍵 所以我已經 一開始 幫你設定了 一些channel 你見到 我已經設定好 至於剛才說過 這支控器的 可以改為 回中 或者不回中 如果我現在這樣計 我現在是美國手 我要再做回中 怎樣做呢 其實我的方法就是這樣 這有兩顆螺絲 這顆的話 就教它 Tension 這顆就教它 會不會回中 只要我把這顆螺絲 扭起 用1.5批 扭起 扭 扭 扭完之後 你會看到 已經變回中 就可以變雙回中 至於你說 回中時 Feedback反應 你可以輕輕自己在這裡 可以改改 譬如扭多幾下 等它回中的反應 你會看到 效果會不同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就可以快速切換了 譬如要左手 還是右手 這樣就方便很多 原裝這兩個搖桿 其實就已經是一個 所謂叫Haw effect的肩膀 雖然它不是那麼熟 但實際上來說 它的內用性 或者準繩度 已經是不錯的 跟T8也是一樣 用Haw gimbal 相比起它們另外一支 又是Radio Master 有一支叫TX12那支 那支就不是Haw gimbal 可能這一支 會比它更好 至於擴充性來說 例如你玩航空模型 又或者穿越機 都會用到一些 例如黑羊 或者我剛才提到的 ELRS的模組 雖然這個 也可以選擇 這個叫ELRS的模組 Internal模組 但它也可以加 可以透過這個位置 打開這個位置 就可以讓你插 這隻叫做Micro Nino的 模組 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就可以有些extend 我示範一下 給大家看 這支熊魚 譬如說 當你自己想設定 按鍵的時候 怎樣設定 例如你玩貨櫃車的時候 譬如說 你想設定 某些按鍵 用什麼 第三頻道 第四頻道 我示範一下 這支熊魚 首先 按住這個按鍵 Model這個按鍵 然後按Page 再去 反過來 它裡面 就是選擇不同的Model 例如你設定了幾架車 例如Model 1 Model 2 第四 原本原裝寫了一些字 只不過是玩飛機 玩Delta 玩四軸機 可以自己改名 先選擇第一個 然後 先選擇 然後 選擇第二頁 按Page 選擇 選擇這個 這頁 是做一個對頻 例如你選擇 你是用原裝Radiomaster的接收 還是選擇要用File Sky的接收 就是這裡 另外 這個位置 有一個叫做Switch Warning 你可以關掉它 開啟控器 開啟控器 就不會因為你拍了這些按鍵 而它會有響 視乎你自己有沒有需要選擇 這些就可以自己選擇 怎樣選擇都可以 基本上這個就是它的用法 接著是下一頁 下一頁就不用你去的 接著你再按 按到哪裏呢 按到Input這個按鍵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用得到的 譬如我做設定的 現在我已經設定了四個按鍵 而這四個按鍵 就代表著現在這支棍的位置 為了我自己方便的設定的時候 我也大約寫下了 四支棍的話 究竟是什麼位置 我做好這件事之後 接著我先改一下它們 首先第一個 Channel 1的話 我就是想轉向的 轉向就是這個 所以我會移動它上去 然後按住它 然後按Edit 好了 進去之後 第一個Input是什麼 Input這個意思 其實是改它的名字 例如說 例如你將來想改成燈 改成轉波 可以改成一些字 現在我先不要管它 我首先要改成這個 Sauce 就是這個左右兩邊 所以我按住它 改 改成這個 對 轉向是這個 所以我先按這個 OK 然後上面這裡 我順便改成 是叫做 Steel Link 好 改好之後 出去了 第一個就改成Steel Link 第二個 Channel 2的話 我要改成Foto OK 我就在這個名字上面 先改一改 Foto 然後Sauce 我又改成Foto 因為Foto是這個 原本是這個 它已經叫做Foto 好了 改了 然後出去了 然後下一個 這個 它原本是Foto 我要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轉波 轉波 叫Shift 然後Sauce 我就要改成 改成另一個 我改成這個 C SC 好 然後 然後 之後 改成S 然後 例如我想 開燈 或是關燈 這個 開燈 關燈 最後這個 我又改成燈 燈 燈 我改成這個 另一個 按鈕 這個按鈕 B SB OK 完成 我把這四個 已經設定好 設定好 之後 下一步 我就要記得 在這一頁 看看 究竟是否我正在做 現在 Channel 1 是Light Channel 2 是Photo Channel 3 是Shift Channel 4 是Steel Link 所以我在這個時候 我也要改改 我要告訴它 Edit 這個不是Light 我現在這個Source 是改成這個 Steel Link 然後 然後 Channel 2 我就改 Foto 然後 Channel 3 是Shift Channel 4 就是這個 Like 這樣的話 我已經把我剛才 所有的 Channel 排列好了 第一 就是Steel Link 第二 就是Photo 第三 就是Shift 第四 就是Like 這樣就可以放好 這些按鈕 才可以用得到 同樣道理 Channel 5,6,7,8 的話 Channel 5,6,7,8 後面那些的話 你要放下去用的話 都是要這樣做 這樣才可以用得到 那你就可以 設定好 究竟你 這支棍 又或者這些按鈕 究竟你是屬於哪個Channel 控制什麼 除此之外 我亦都說一下 這支控制 例如System上面有些東西 如何去設定 例如Calibration Calibration 大家可能最關心 因為那支控制 例如那支棍 位置合不合成 所以我可以做一個Calibration 怎樣做呢 按下System 進去之後 這些頁 不要理會 我們不需要理會 這些Tools 純粹是設定的東西 不用理會 然後再按下去 然後Radio Setup 不用理會 然後這個就是Calibration 按進去 然後結束 進去之後 先放了Mid Point 現在是Mid Point 我們可以先放在Mid Point 先放在Mid Point 先放在Mid Point 之後按一下 按一下 然後按下 然後按下 移動 移動到最高 最高的位置 移動到最準的位置 同樣道理 這個也是移動到最準 基本上 再按一下 已經完成了 至於棍控 就已經Calibration 放在中間 放在中間 非常方便 另外 下面也有其他項目 就是選擇 你的按鈕 是甚麼按鈕 例如一個例 這個按鈕 SA 這個按鈕 現在是二段伏位 SB 這個按鈕 三段 例如一個例 你不喜歡這個按鈕 例如一個例 你想改這個按鈕 或者你買過Micro的按鈕 例如你想用三段伏位 買了之後 換了之後 也可以在裡面 改回 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個也可以做這些設定 因為現在TX16的話 HTX 或者OpenTX 其實已經是比較多人去用 和玩 其實大家都已經比較熟悉 所以 例如說在設定上 會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或者很難玩的地方 其實已經比以前的畫 是容易了很多 以及理解方面 也容易了很多 加上這個 我們所謂的Open Source 你想做一些更新的畫 也是比較方便 所以我會覺得 系統來說 其實也不算太難用 設定方面 你一設定好之後 其實之後用下去的話 也是方便的 基本上的操作 就跟大家介紹過 或者我也講一講 關於我對這支新的Solo 的感覺是怎樣的 我個人意見的話 首先這支控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用我T8 這支控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 在手感上 的確有一個非常大的提升 即是你握上手的話 你不會覺得它很玩具 還有它本身來說 它的按鈕 已經比上一代的T8 多了很多 多了這些轉盤 例如你玩畫 這個工程車的時候 你這樣的話 都可以做一個理大動作 這些東西 以前的話 你在T8 是很難想像得到 會有這些功能 即是你要做一些燈的設定 又或者做一些我們玩工程車滑臂 效果等等的話 已經比以前方便了很多 還有那個Scream Scream的話 這次就比上一代 清楚很多之餘 其實就是 例如你這樣看 光度 其實是光了很多下 看上來的眼睛 其實是舒服很多 還有那些按鈕 也搬了出來的話 即是用起來 也方便些 就不需要在上面按 那麼辛苦 因為其實之前這個T8的話 你按上面這些按鈕的話 你按下去的話 其實也是有點煩慢的 有點痛苦的感覺 但現在換了 放進去之後 其實操作起來的感覺 已經好很多了 那麼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gimbal 它現在的話 就可以讓你自己改 你喜歡哪邊回中 哪邊不回中的話 已經比以前方便了很多 即是不會像以前這樣 你要整支拆開它 你才能做得到的話 它是像現在我們所謂的 新的TX16V3 這樣做法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這個gimbal 我已經看過他們 接下來會出一個 全新的全金屬的gimbal 如果換了之後 整個的精美度 也很大提升 所以在於無論 用來玩無人機也好 玩飛機也好 擁有飛機也好 又或者是貨櫃車的話 其實它這支控的 所有的按鈕 其實已經很適合用 體積又細 真的有時候 譬如說 你真的要出去玩貨櫃車 的時候 拿著這支 小小的 我感覺上 比起拿著這支 TX16S 是會舒服很多 不過當然 可能有些朋友 就會說 始終來講 拿著大控的霸氣感 會高很多 這個的確是 但是如果你純粹在操作上 這支的話 我會覺得 有輕巧 按鈕也夠多 操作方面 其實是頗不錯的一支控 說到最後 這支控大概多少錢呢 這支控的話 其實大可價錢 大概700-800元左右 就是香港的價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歡迎回到香港代理 Radio Master 香港代理 就是H2 Racing Development 可以聯絡他們問一下 如何買 基本上今天介紹就這麼多 如果大家覺得今天的影片好 記得按LIKE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開提示零 有新的影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給大家 都說給大家聽 接下來我會再做一個影片 示範一下 究竟Radio Master 這支TX16 以及這支Zorov 究竟用在填工的MFC03 怎樣做設定 所以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就可以 譬如我這個影片出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就會知道 另外 如果大家對今天這支控的話 有什麼疑問 或者想討論的地方 歡迎你來到我們遙控工房的討論區 去到我們遙控工房的MV 以及Facebook 做進一步的討論 又或者你可以在留言 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什麼問題 我看到的話 我都會盡量回答大家的問題 基本上今天的介紹就是這樣 希望很快就有新的產品 新的教學 可以跟大家分享 基本上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